中国下一代055A驱逐舰为何要搭配电磁炮? 电磁炮究竟有何优势? 为何美国在这个领域失败? 中国却能取得成功? 大力发展海军军舰 如今已经成为了各海洋大国的共识 参与其中的不仅仅有传统大国 一些新兴国家也纷纷加入其中 可见未来海军军舰竞争将是一场多国参与的激烈战场 而中国海军近年来的崛起速度可以说是独一我二的 除了经济舍利增长奠定了基础 科技的创新也是中国海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在未来海军发展中 各国都公认舰载电磁轨道炮将会取代传统军舰的作战模式 甚至颠覆现代海战规则 媒体也预言 电磁炮很可能带来新一代海军武器装备军备竞赛的热潮 而中国海军已经将电磁炮设为未来主要作战武器 在不久前举行的中海航展中 就有网友发现了一款新型舰炮 其外形与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火炮非常相似 有网友推测 这种舰炮应该就是下一代055A驱逐舰所装备的 隐身舰炮加电磁炮配置的新型火炮 此外 网传的一张中国海军未来发展示意图中 也明确将电磁炮定向能武器等视为发展方向 据火悉 目前中国海军第一批8艘055型驱逐舰 已经全部下水 但还没有建造新舰的迹象 有消息称 下一批8艘055型驱逐舰将会是改进型 也就是055A型驱逐舰 之所以没有动工 是因为要等舰载电磁炮的测试完成 055A驱逐舰已经确定要上电磁炮了 作为全球最先进的军舰之一 万吨大驱055已经被认为拥有足够的实力驰逞海洋 加上电磁炮的话更是强强联合 在2018年的时候 一艘型号为936的军舰出现在中国的海港 该舰搭载了一款新型舰炮进行海上测试 从外形判断 936舰的舰炮明显区别于传统舰炮 更像此前美国人在陆地进行测试的电磁炮 因此936舰被认为是全球第一个海上电磁炮实验舰 而光是从中国已经将电磁炮上舰测试这一点来看 在电磁炮领域中国已经领先美国了 那么电磁炮究竟有何实力 能成为电货传统海战的存在 传统的高射速火炮 其原理是利用炮管内施加高压来加速炮弹 这种高压是通过燃烧气体的膨胀产生的 但由于气体的膨胀极限 炮弹的高速运动就会成为一大限制 传统火炮的射速几乎不可能超过1300每秒 而电磁炮则是通过瞬间的电磁力 给金属炮弹加速 理论上炮弹速度可以达到2万米每秒 当然实际过程中受到公寓与阻力的影响 自然达不到这个速度 有报道称中国测试的电磁炮 已经达到了7马赫的速度 相当于迈入了高超音速武器的门槛 在这种速度下 传统反导系统几乎束手无策 而且中国电磁炮口动能超过30M焦额 能在200公里外击穿十几块钢板 威力与反舰导弹相当 所以威胁一艘航母 并且与传统炮弹比较 电磁炮速度要更快 稳定性更好 成本也更低 有估算发射一枚电磁炮弹成本 在2万美元左右 相比之下 发射一枚战斧巡航导弹成本在140万美元 这么一比较 电磁炮的确很具备性价比 对于海军而言 军舰要面对的目标更大 更需要一款持续性强与威力巨大的武器 而电磁炮强大的威力 正好满足了这一点 因此 电磁炮成为海军发展的重点 在各国进行陆地电磁炮测试之后 下一步考虑的就是如何将其安装在军舰上 而如此威力的武器自然备受关注 美国作为全球军舍力量最强的国家 同样最早涉足于电磁炮领域的研究 早在60多年前 美国就开展了电磁武器的相关研究 1992年 美国陆军开设了一项 与德克萨斯大学合作的项目 该项目就是为了研究 电磁轨道炮等电磁发射器 为此 美军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部门 同时 美国海军也没有闲着 早在2005年 美国海军就确定了 舰载电磁炮的研究方针 在接下来十多年里 多次展开陆地电磁炮测试 并且还打算将电磁炮 安装在最新型的军舰上 2019年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发布报告称 美军最近评估了 朱姆二特级驱逐舰五种弹药的选项 作为远程对陆攻击炮的替补方案 但给出的结论是都不合适 最终 美军在备选方案中选择了电磁炮 美国海军曾言 要在未来五年内 实现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电磁炮的研发工作 除了美国 包括俄罗斯 日本 韩国 土耳其 以及欧洲国家 也纷纷投入电磁炮的研究 但总的来说 在最前沿的领域 只有中美两国在你追我赶 当然 转折却在最近出现了 在今年六月份 美国国防部公开了 2022财政年的预算 而在这份预算中 人们发现 此前被美国海军寄予厚望的两个项目预算被清零了 一个是用于电磁轨道炮的设计与研发 另一个是用于电磁轨道炮弹药的超高速炮弹 都与美国海军电磁轨道炮项目有关 这一迹象表明 美国海军的电磁炮项目将在明年的预算中得不到资金支持 即使该项目没有完全下马 也基本能说明项目在这一阶段失败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作为最新涉足电磁炮领域积累了最丰富的经验 同时又是科技能力最强的美国 为啥会在电磁炮上失败呢 美国官方声称不再继续电磁炮项目是遇到资金问题 但很明显这种解释站不住脚 美国作为全球军费最多的国家 如果项目有可继续的价值 美国根本就不会考虑资金的问题 最大的原因还是遭遇到了技术瓶颈 各方分析认为 各国对电磁炮的研发上都普遍遇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现阶段电力系统很难维持电磁炮的动力 对于美国也是如此 有报道称 美国就曾在测试电磁炮时发现 电磁炮发射的弹丸在抵达一个动能点 大概是32角尔的时候会突然产生迫载现象 电磁炮的内部元件很难承受住这样的迫载 这也导致了美军的电磁炮在威力 精度以及命中率上难以兼得 不过 舰载电磁炮虽然美国人没有搞定 却是西方不亮东方亮 中国将电磁炮确定为055H逐舰的配置 说明目前舰载电磁炮仅中国能造 那么为何中国能解决美国没有解决的问题呢 中国的电磁弹射之父马伟明院士曾言 中国在综合电力系统要领先美国10年以上 而由马伟明团队研发的舰船中压直流综合电力系统 除了在航母的电磁弹射上解决了动力问题 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向 那就是电磁炮 因为拥有更强大的舰载电力系统 中国可以打造更先进的电磁发射器 使得电磁炮在发射时更能保证能量的稳定性 从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货载问题 这也就是为何中国能早早将电磁炮上军舰测试的主要原因 而除了发射金属弹丸的电磁炮 由马伟明团队打造的电磁发射器 在很多领域都具备非常广泛应用 包括在航母上发射舰载机 甚至向太空发射航天飞机 可以预见 在未来中国会在更多的领域对美国实现反超